礼拜天了,又到了免费插件的时候 咱们今天说的是来自于Acoustic Audio的TAN 大家好,今天咱们看的这个插件叫做TAN 在英文里边的TAN基本就是给你染色一点 晒黑一点之类重要的感觉 它实际上是一个看上去特别经典的 这么一个SSL VCA风格的这么一个总线压缩插件 当然你可以把它用在其他的乐器或者音轨上 这个操作上非常的简单,非常经典 有预值,比例2,4,8 启动时间从0.1一直到30 然后Release,就是释放的时间 SHMODE是它的预判的时间 如果你放到0,它会提前去预判信号 减少非常响的时候压缩产生的那种过载或者是硬度 然后增益补偿,干湿信号混合 以及PRE点开了,以后灯会亮 它会给你增加非常少的一点的阴染 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于用在那种总线上去帮助你控制整体的动态 效果可能不是很明显 但是声音非常的平缓,很好听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有这样一段音乐 我们一会可以去一边放一边来调整 降低这个Threshold 差不多有7个DB左右 午长回来 你会发现这个歌里面有一咚咚咚咚咚咚的声音 然后你仔细看这个增益减少这个表 基本上就是对这个声音产生了反应 而且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个歌混音之后呢 这个咚咚咚咚的声音跟这个人声很强 我们可能需要去稍微控制一下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对比一下 如果你仔细去听的话 注意人声的音量的位置和低谷军谷 那两个咚咚咚咚那种声音的位置 你会发现加了插件以后呢 他们的音量上离得近了 就是之间的动态减小了 仔细听一下 没有的 尤其是后面这个地方 副歌的这个地方 注意听现在没有 所以一打开 马上低谷和贝斯这两个打击乐 或者 那个应该是一个像键盘一样的声音 就会被摁回去 推到你整个音乐的后边 然后呢 跟你的人声离得更近 让你听起来不是他们两个 跳到了主唱前面去表现 再对比一下 没有的 这个地方要说一下是释放的时间 你会发现释放的时间快了以后 你的声音会变得更跳动 变得更生动 但是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点点回来 尤其是你音量变大以后 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很微妙的那种 斜拨阴染的那种色彩 就不是那么的清晰 或者不是那么的干净 有的时候这些反而是你想要的 仔细听一下0.8和0.2或甚至0.1的区别 先放到0.8 你的release越快 你的声音弹回来越快 就越有一种按不住大家都要蹦起来的那种感觉 因为大家都要蹦起来 所以呢 这些声音会让你开始产生一些过载的声音 或者是一些阴染 一些斜拨 因为越来越多的声音一起响起来 而如果你希望能够平缓 能够稳定的话 长的release释放的时间是更好处的 这个完全取决于你希望要什么样的声音 比如说如果你希望一个声音变得很死 那你可以把这个attack变得特别快 把release变得特别慢 相反的你如果增加了attack的速度 减少了release的速度 整个声音就会跳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如何去搭配这些参数 能够帮助你很好的控制音轨的这个动态 即使在一个立体声音轨 也可以帮助你去控制整个这首歌的 靠前或者靠后的那种感觉 所以虽然这几个选项是很有限的 但是每一个之间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区别 一定要仔细的去听 仔细去判断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好的 好吧 所以咱们今天这个acoustic的10 免费的这个插件呢 咱们今天就讲到这 有机会的话可以去下载一个试一试 我个人认为 真的是可以作为一个 你常用的总线的插件 虽然这声音听起来有时候有些硬朗 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 一混音的时候 可能需要一个 类似于这种风格的插件 还是挺不错的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讲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电话上 拜拜